看到那个玉堂说手仰下载iOS 8 要是我也会想要 因为听说宾宇啊 这次下载之后啊 那个语音的Siri哦 变得好智慧 好聪明 好感性 是吗 对 Siri啊 可以讲说 诶 当大人 这次台湾的Siri啊 可是不一样了 比如说以前 我们拿到前一版的一个Siri的时候 跟他讲说 请寻找附近的餐厅 或者是跟他讲说 我肚子好饿哦 他会回答什么 他告诉你说 没有办法连接到台湾的餐厅 他转不到台湾的餐厅 资料量太少 但现阶段更新之后 不一样耶 你只要跟他讲 诶 我肚子饿 他就会把你附近的餐厅都列出来 告诉你说 诶 附近哪些商店啊 诶 有好吃的东西 好贴心哦 对 包含连 诶 你爱吃汉堡 素食店也有 你爱吃西餐 你爱吃日省料理 都搜寻得到耶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啊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他也会帮你 记录会议的时间 比如这个 你跟CV讲说 麻烦提醒我 这个明天要开会 他就会自动问你说 哎呀 那明天几点要开会 你说十点钟早上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讯息 记录到哪里 你的刑事例里面哦 所以隔天的时候呢 刑事例这个部分 就会pop out出来 你的提醒通知 告诉你说 十点钟要来开会 那同样道理 他也会记录在闹钟里面 你跟他讲说 诶 西威啊 明天这个早上 要录影有通告 六点钟叫我起床 他自定自己 就会去设定闹钟 六点钟设好 六点钟一到的时候 就会来叫你起床了 太聪明了 对 他就连接到很多 他原有的功能跟设定 甚至呢 他也可以帮你找歌 比如说我们常在开车的时候 听到广播电台里面 传来很不错的一个歌曲 可是你却不晓得说 这到底是什么歌啊 这个时候Siri按一下 你请他帮你找歌 他就会去搜寻 这首歌的这个旋律 然后去帮你找到说 这首歌是谁唱的 歌名叫什么 给Siri听一小段 他就歌找出来了 对 没有错 他也整合性的这个功能 所以越来越聪明 甚至以前的话呢 我们要找Siri的时候 要先按一下中间那一颗Home键 才找得到Siri 现在不用了 你就跟他讲 Hi Siri 他马上就会开始跳出来 回应你了 但是前提是要在 充电的情况底下 他才会有这样子 自动硬打的功能 充电的时候 他才standby麦克风的 对 没有错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什么 这个Siri啊 现阶段新的版本 iOS8底下的话 是真的越来越聪明 而且越来越有趣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网路上有好多人 开始喜欢怎么样 跟Siri来聊天 比如说 有人问Siri说 你是智障吗 没想到Siri 还可以follow时事 Siri怎么回答呢 说来 来 来 你来 这样子 好厉害 还会follow 现阶段的时事 跟流行用语 那最近呢 选举要到了 也有网友问这个Siri说 那这一次 是该选廉胜文 还是选柯文哲 Siri怎么讲呢 Siri真的是聪明 政治正确啊 这个选举前的时候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呢 你千万不能够特别的表态 因为表态下来 万一要专门做记忽 要怎么办 阿公都有这样教我们啊 都说 我选那个上 选中的那一个就对了 所以Siri怎么回答 你问他说 你要选廉胜文还是柯文哲 Siri说 选我选我 选我就对了 很聪明 政治正确 你问Siri说 哎呀我单身呢 好可怜 Siri就说 哎呀我想也是 哇这个真的是看不起宅男啊 那你问这个Siri说 那iPhone泡水怎么办呢 Siri就会回答 凉拌炒鸡蛋 屁股裂两拌 这个好像以前就会这样 好优惑喔 对以前就会这样回答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iOS 8 当然更新下来的时候 初期有很多的bug很麻烦 但是也有一些好处啦 除了说Siri这个部分 有更多更智慧化的功能之外 比如说在照片里面的话 它也可以加入说 可以去用这个关键字 去搜寻到相对应的照片 那甚至在它的浏览器里面的话 这个苹果版的浏览器里面的话 可以去浏览所有的一个分页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新功能 那再来的话呢 短讯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发这个语音的一个短信 这个部分也是蛮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的话呢 在通知页上面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回复讯息 这个也是蛮方便的一个功能 所以其实iOS 8 虽然目前为止有些小小的麻烦 但是其实它也多增加了 很多新的方便的新科技 所以就不能怪玉堂 手仰岸了 所以那个功能还不止 我告诉你总共有11个 很迷人很有趣的 听说这一次包括了 输入法啦 还有键盘啦等等什么 还有一个支援第三方键盘 再解释一下 好 这没有错 这是过去这个苹果都封闭的 因为我本身也有用Android的一个手机 其实我认为最大的差别 其实这我之前也有感受得到 我用Android系统的部分 所谓第三方的键盘 就是它过去不给系统业者做开发 你就是只能用我苹果自己的 内建的一个部分 Android有 你可以发现在Android的这个 我们讲Player商店里面 有好多这个我们讲 其他这些软体上所开发的键盘 那这一次开放之后 我相信 其实我之前也是看到这一块 我也去赶快去做一个更新 也是在输入法这一块 比如说你英文的一个系统来说好了 比如说你在打字的过程 它这一家叫做Flex 它等于是说它比较有直觉性的输入英文 可以用滑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你要打Good Morning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用这样按的一个部分 那你在这个键盘上面 你可以用类似像流动滑动的方式 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输入 对对 比如说Good 你可能我们是用按的 它可能用这样直接在键盘上面用滑的 它就可以做一个什么 智慧的一个读取的一个功能 所以当然啦 之前有传出这个 要推出中文版相关的服务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程还是说推出了没 有可能会 这个部分可以去做期待 那本身自己这个我们讲中文的输入 它自己这一次的进化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打一句话好了 比如说台湾加油 我们一般来说可能用按的嘛 我们传统一个太太 然后二声乌安婉 鸡啊家 是这样 看起来 我刚刚念完一遍 好像要很多步骤 那你现在去打 原则上大概要按八个按钮就按完了 你就打特爱 不用台 乌安 它自己会去辨别 台湾 你再打个G1R 它就知道是加 你再打个E 不用打O 它就知道是台湾加油 它只要打注意符号的第一个 对对 所以台湾加油 对打前面几个关键的部分 然后它会去做一个识别 因为它有一个所谓智慧的一个 我们讲选字的一个功能 它会选出来最有可能 或者是你最有需要的一个部分 来去做一个选字的一个功能 所以打字的速度变快真的很多 比如像台湾我们有很多人是使用 那个无虾米的一个输入法 那但是之前因为iOS比较封闭的关系 所以说无虾米它的厂商的话 没有办法去砍入它的一个输入系统当中 那现阶段开放的话 或许未来厂商就可以因应这样的做法 你是无虾米的也可以这样输入 你是其他系统的也可以用iPhone来做输入 打12个注音符号跟打4个注音符号 那速度其实是差很多 对 差得非常多 那除了在输入法的一个差别之外 还有所谓的一个什么 其他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比如说以这一次来看 就是说它有所谓我们知道iPhone 有一个手机的一个定位功能 也就是说你手机遗失了 或者忘了放在哪里了 它会告诉你一个叫做Find My Phone的功能 那我们会遇到一个窘境就是说 万一用到手机快没电了 但是你还没有做一个及时的定位 你可能找不到 这一次还有一个智慧功能 当你手机已经快用尽了 可能剩到5%左右 甚至说3% 它会报告留存这个 我们在这个iCloud上面部分 储存你的手机位置 这个是蛮实用的 那在相片的部分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使用智慧型手机 不仅是有些比较陌生的 不太会用的 有时候你的相片会误删 或者是我们在用 其实有时候也不小心 点一点不小心删掉 它会把这个所谓 暂时的一个缓存的功能 也就是说删掉的相片 它会先暂时存到另外一个资料夹 那如果说你没有去理会它 它在一个月之后 它会自动消除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再去另外一个资料 把它去做删除的一个动作 发现删出来可以救回来 对 当然啦 用另外一个角度 就我自己而言 其实我很少按错啦 那等于是你要删掉的部分 你要分两次来去把它做处理 虽然是人性化的一面 但是在使用上 当然也有它 就像我觉得好像很麻烦 要做两次的删除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国外电信商才有 就是说在国外有些电信商 就是说它在讯号不好的同时 你如果能连上WiFi的话 也可以做拨打电话的功能 不过这一部分来讲 台湾还没有去做一个支援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一定要连到 所谓10G或3G的网络 才有办法去做一个拨打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一个查出耗电量 比较大的APP的一个部分 原则上其实这个帮助不大 也许你知道 你用某些APP消耗量很大 但是你还是会持续 比如说你用LINE聊天一整天 像我比如说前几名 可能LINE啊 Mail啊 Facebook 大概这些部分 虽然你知道它耗电量很大 但是你还是会一直用 用了再充电就好 对 其实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 再来还有一个所谓的网页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我们浏览的网页 有所谓的手机版跟电脑版 它呈现出来的画面 或者功能会有不一样 那可以提供一个 比较及时的一个切换 说到手机 今天针对iOS 巴拉 苹果iPhone 6 Plus等等 一大主题 彻底的了解 了解content 了解外观这些 还有最重要的 请你用手机 不管是哪一个品牌 大家都会紧张 会不会泄密 今天最新的消息 中国大陆跟台湾 都注意到了 私安的问题 对 其实手机再聪明 千万不能把你的资料乱传 尤其是这个跟国安相关 像我们台湾就是 小米机 好像会把客户的资料 回传到北京 所以我们的公务员 我们这个江院长就说 这个可能要禁止使用 三个月之内会提出对策 甚至他也明确表示说 可能公务员这边 要禁用电脑版的Line 跟WeChat 就是这种所谓的 一些连线的系统 社群的系统 在中国大陆 他们也担心 他们也是在上海规定 这个官员只能用国产手机 包括像是这个 所谓的iPhone 跟三星都禁止使用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在台湾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国产机 可能相对会有点契机出现 好 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这个资安尤其升级到国家 是非常重要的 也重要的是明天台北股市 到底会不会出量呢 好 我们看今天期货拉尾盘 对不对 那明天期货开盘 是不是能够再开高 而且现货的指数跟上 这非常重要 维持正价差 当然最重要还有 今天还好是红海跟台积电 能够守住平盘以上 但是很不幸的 这个阿里巴巴概念股 你看连发哥掉下来 那大力光不晓得谁杀的 不是外资杀的 那富方金也是阿里巴巴概念股 一往下掉 这三档能够走稳 这非常重要 那刚刚瑞涵问到的成交量 今天成交了733亿 这个量不够往上突破 那怎么突破呢 我们过去这个月均量 是814亿 大家记住814亿 你只有六七百亿这个量 只能当做什么 当做足底量 那足底会试探什么 会试探9014点 那量说量说 大家不要跟着杀 所以9014点可能 才会来回试探 当然最重要就是 那个美国跟那个盟军 攻打这个伊斯兰国之后 我们看看欧洲股市 美国股市 会不会有一个反弹的行情 带动亚洲股市 包括台股 一起往上反弹 这一点实在非常地重要 国际的局势多变化 今天晚上的欧美股 压力卖压比较沉重 情况如何 昨天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晚上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